P淑今年48歲 以前曾經是一個拳師 但打了近20年都依然直直夢靈 拳手的生涯是短暫的 離開擂台之後他做過不少其他工作 包括建築工人、裝修工人、小販等等 體育勞動的工作 而今時今日的他 就在這個酒吧負責做保安 為了賺多點錢他還會在這裡表演泰拳 時間一到他就會換上拳師的裝促 48歲的他為了生活 依然要咬牙筋在台上接受其他拳手的挑戰 比賽一開始他就要馬上忘記自己的年齡 這個場每晚都會有兩場賽事 一場是表演賽點到即時 而另一場就是真打 P淑他就選擇了表演賽 因為他明白到自己再沒有足夠的體力去應付 不過雖然是表演他都要付出無比的氣力 二十年打拳生活之中他曾經重傷過七次 有一次還連牙膠都倒閉 他曾經有想過放棄但愛河始終不甘身 他當年覺得只要努力咬牙筋就一定會贏一定會成功 但可惜時至今日依然是一事無成 再加上在泰國選擇得做拳師的話 就是一生一世沒得回頭回頭以示發而生 為了賺錢和生活他只有打下去 不過現實畢竟令人太失望 zwischen真正的感覺 他們的套餐回來 通常做出手指的獅子 讓人的愛做不斷 武士是最有時候快速地在做 那些參賽者都是各位 對 臨上頭的冷水 彷彿提醒他 還有很多觀眾對他有所期望 雖然是表演 但要做到最好 只可惜 这些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在现场有很多人 根本不是想着来看打断 话知你台上发生什么事 他们各有各饮酒 各有各聊天 根本不会理会你怎么打 表演完毕 披属马上冲下台 目的是为了主动为你拿贴士 你有你出力演出 但人家根本心不在言 去到他人握手拿贴士 人家心情好的就给十匹二匹打发你 心情不好的就三年两月赶你走 就好像对待乞丐一类 四十八岁的老拳手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不禁令人心酸 但总好世间总会有欣赏他的人 好像这帮韩国旅游客一样 对他就相当欣赏 给完贴士还围着他合照 当正他是大英雄 这种感觉就正是批述最渴望得到的 其实在巴提亚除了批述之外 还有很多不得志的拳手 他们有些是找不到东西做 所以要来表演 有些是因为曾经犯过事而被取消资格 有些甚至是染上不良嗜好 有人会选择在这里一夜风流 但也有人希望在这里一夜成名 为生活也好 为理想也好 这里总算是一帮失忆人的失落园 希望得到 但得不到 固然会令人失望 但一旦得到了 但又再失去 这种感觉 不单只是失望这么简单 在泰国提起醒实 没有人不认识他 他可以说是泰国拳坛的一代拳王 七十年代 七七一时 由泰国打到去外地 由泰国拳手变成国际拳手 甚至乎连拳王雅里都跟他见过面 当年的他锋芒进路 赚过不少钱 不过幸福不是必然 在我身边的这位老人家 身无长蜜 满头白发 右边的眼还失去视力 怎么都不会猜得到 他是当年名利相收 红极一时的省实 今年59岁的省实 早年比赛时候 因为经常被对手攻击右眼 所以到了中年过后 右眼的视力逐渐消失 somebody trying to misunderstand about international boxing and Muay Thai the international boxing the targets only the head and you use punch the punch every punch especially the one who got a good punch have to go in for knockout like Sam Sak Mung San he will suffer many punch from the other for 10 rounds 15 rounds okay for Muay Thai the target is all over the body and we are not concentrated for the faith we are concentrated for the knee the lower the legs and everything that's why when he was a Thai boxer he doesn't injure himself but when he starts with international boxing and I'm sure last time he fought in Chiang Mai he won it for the last I think the 12 or 13 rounds by knockout but he suffers a lot the opponent is from United States he's very strong a negro so after that maybe the same as Muhammad Ali maybe the same as all the international boxing will be the same because the eyes the sight because the brain was damaged so that's what happened now he couldn't see properly and that's it not because of Muay Thai because of international boxing but he wasn't the one else in the interview he kept telling me his eyee was not being hit but he wasn't being hit he was by the phone and being out of the desk 不是 我是 我 robots 以我拓帳个拳洒贵 我拓帳给他 我拓帳给一种养 我拓帳给你 我拓帳给你 就像是2天上的 你有没有描述 现在是我们拓帳我拓帳给他 是吗 他是在把他逛的 我也逛了 但是有什么做给你们做的吗 不夠